我們現在換大一艘船 到澎湖的南海 我們要去探險 台灣最夢幻的海底世界 聽起來就挺刺激的 對 而且我們也借了不少的裝備 對 是用浮潛的方式嗎 對 用浮潛的方式 我們做好安全準備 讓大家欣賞 最漂亮的珊瑚跟魚群 好 跟著你準備坐 沒錯 那咱們就上船 把東西都上到船上 澎湖南方有東西魚皮 即東西給魚四座主要小島 而我們現在要去的東雨坪 因為歷經產業轉型 人口外移 島上居住人口不超過15人 在極少人為物感的條件下 維持了原始的人文徐跡 也擁有了南海中 最自然純淨的海底風貌 來到海邊就是會有那種 莫名的興奮感 沒錯 哇 太棒了 來到這個地方 這就是我們要浮潛的地方嗎 沒錯 很像是一個私人的游泳池 是 而且我們住的地方就在旁邊 對 走過來大概幾分鐘 三分鐘 三分鐘就到了 挺方便的 非常好 那另外呢 聽說這裡是一塊保護區嗎 是 這裡是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的 東雨坪 那通常浮潛 他們會來到這裡浮潛嗎 這裡人很少 大部分人都去別的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知道人不多 今天特別帶你們來看 台灣最漂亮的小丑魚 哇 那肯定是秘境中的秘境 對對對 真正的秘境 這個地方為什麼適合浮潛 跟我們說一下這裡的地理環境 這個地方是一個彎 所以它是一個風平浪靜 即使外面的浪很大 這邊還是很安全 那另外呢 這個地方是由淺到深 所以不會浮潛的人 可以在潛水的地方先適應 適應溫度 適應水性 然後之後再到深的地方 所以是一個完美的浮潛的地方 穿梭在各色珊瑚間的繽紛熱帶魚 一點點的幼餓 引來他們極高的興趣 這讓原本就很斑斓 壯闊的東與平海底生態 大大增添了可看性 前千年 因為長江流域一帶的寒海影響 造成澎湖的魚蝦被淚大量死亡 政府繼續成立了南方四島國家公園 作為澎湖海域的種子庫 以維護海洋生物的多樣性 及漁業資源 也讓我們還有機會享受這片 藍色珊瑚海水底桃花園 所帶來的美麗 好 真的是很棒的體驗 是 這是我第一次浮潛 第一次浮潛 對 上一次是潛水 這一次是浮潛 其實在河流裡面跟在海洋裡面 這景觀是截然不同的 對 小鎖魚其實很貪吃 你有沒有發現 只要有東西 牠們一群就圍過來吃 是 甚至搶走之後 兩個人還會互相搶來搶去 對 會打架 而且潛完水之後 上來一看 天啊 夕陽 夕陽 今天這個蛋黃特別大顆 對 而且就完全沒有雲的遮蔽 對 浮潛完就可以欣賞夕陽 是 很安全 對 對 清晨五點 我們摸黑上路 為的是River哥 口中那片360度無死角的完美日出 習慣走訪世界秘境 捕捉日出美景的我們 一聽到可以拍到無懈可擊的日出 讓我們每一步走來 都是期待與盼望 今天太陽非常的漂亮 由於這個天空中 能見度是非常好 有那種通透感 所以太陽整顆非常完整的 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而剛剛在River 也跟我們分享說 其實來到這裡 想要看日出成功率 只要天氣還不錯 幾乎是百分之八九十以上 所以其實今天我們還是非常的幸運 看到火紅的太陽 原本還沒有碎醒的我 現在完完整整的醒過來了 好 接下來讓我們繼續的 欣賞日出 用無懈可擊來形容 東與平的日出 一點都不回過 清晨曙光緩緩浮出水面 現在海面上映射出一條 金黃色地毯後 一路鋪向大地 原本在我們旁邊 橫衝直撞的活潑小白狗 竟突然安靜下來 悄悄地走進我們鏡頭內 讓這片靜意的日出 多了一份趣味性 像不像看過去 這裡的地址應該算是玄武岩嗎 對 玄武岩 那玄武岩當初是怎麼樣形成的 玄武岩就是火山爆發之後 然後遇到海水冷卻所形成的 所以它是屬於火層岩的一種 而且這邊算是一個海峽嗎 對 這個海峽它非常漂亮 對 那另外我看到那個紅紅的部分 是 它那是一個塔 那我知道我查了資料 它說它叫金龍塔 對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塔的存在 這個塔是當地居民建的 所以鎮煞齊湧的 在南方四島幾個島嶼裡面 都有這樣一個寶塔的出現 對 隨著時代遷移 觀光旅遊成了澎湖的發展主軸 小島上的居民大多以往馬工謀生 東宇坪上獲得的資源也相對減少 斑駁骨牆 廢棄的菜宅 需透過發電機的熱水供電還不施故障 我們在島上繞一圈 感受到的是一股食譜 卻又略顯殘破的氣息 跟以前的榮光相比 真令人不勝唏嘘